嘿嘿聊世紀 天天的一個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勃勃對戰打打人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喔 帝國戰爭的話一開始有軍營跟這個兵工廠 然後各項的經濟基礎建築都有 然後一開始是封建時代 村民宿一開始是30村左右開始的 欸剛才不是說30村 大概2928那邊 好 那這場呢比較特別喔 這張地圖是上坡 那上坡這張圖就過名思義會有上坡 那有上坡的話就代表有下坡 那對於達達這個文明來說 非常非常的吃香 原來達達的特殊能力是 他要在高低低的加成 快再多一些 我記得好像是多個 25%還是30%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新版的應該是會消比較弱 所以我應該猜應該是25% 達達應該是25%的高低低加成 那代表說原本就30%的傷害加成 那再加上這個25%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再加25% 還是這個30%的基礎之下再加25% 這個就有點要去詳細算一下 但是不管怎麼說 達達這個能力也是相當非常猛 好 那再來一講他的其他能力 我們就講主要能力就好 達達的主要能力是拇指環 還有這個安息人戰術 都是免費的 你只要上城堡時代 奴子環 安息人戰術免費 是代表什麼 代表如果你在封建時代 暗力對弓兵 你一上城堡時代 你的奴兵直接大爆射 射超快那種 所以這個打法 就算他不出馬功 你出大量奴兵 一上城之後 這個奴兵射超快 歧視也是很難解 所以達達人 算是一個強軍式的文明 他的經濟來說 並沒有太多加成 他的唯一的加成就只有羊 訓養的動物裡面 可以提供額外50%食物而已 但是這個效果並沒有非常顯著 算是黑暗時代不服小補的一個能力 但在這個帝國戰這裡面來說 基本上是 不會說太大有效果 因為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的關係 你封建時代已經有這個甜了 還有這個火樹草 你本來就可以吃這些東西了 但是還是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吃了羊 比較久的話 肉也會後續一點點 但這個也不是絕對核心的一個能力 好 那順便再提一下他的銀罐好了 他的銀罐可以讓肉馬跟草原騎兵 還有馬功喔 近遠方各加一 所以達達人在馬功這一行上面來說 是非常非常強勢的 而且他有高低低的一個加成 所以變成說 他打一個馬功 然後有這種高低低的場次的時候 那個效果又更猛一點 你看這個高低低都蠻明顯的 所以這場只要打打打得好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意外 好 那來講伯伯 伯伯的話是馬舊單位比較便宜 可以便宜到八者 帝王時代的時候 他的村民天生就有加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效果也是非常猛 而且是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就有這個能力加成效果之下 伯伯在前期的經濟也不會太落後於人 好 那再點一下這個輪軸技術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村民 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伯伯的話 比較特別的話是有這個駱駝弓兵 駱駝弓兵的話是打這個馬功是有加成的 所以如果這場打打出馬功的話 伯伯出弱功 那就直接可以把打打人按在地上打 基本上是這樣講沒有錯 就算他不打弱功 伯伯還有特殊單位 這個標槍騎兵 這個標槍騎兵是騎馬的戰毛兵 非常好用 而且還可以升為精銳 鐵量上比一半的戰毛兵多了一點 而且移動速度又快 而且傷害也高了一點 所以這個伯伯人來說 怎麼打打的人都有一定的優勢在 但是打打其實也算是 比賽中常常出現的文明 雖然我個人不太會用這個文明 但我對他的能力 明顯能感受到他的一個強勢之處 來看 這邊打打一上城堡之後 馬上點下奴兵升級 這個我們就是開頭講的 這個奴兵 就算不打馬功 我先打個奴兵也是很強 因為這時候的他已經有拇指環 這個工兵只要一升級好 我們來看這個射速到底有多快 升級好了 看到這邊伐木的村民 一下 兩下 三下 全部泡掉 V8都沒射到啊 但是打這個木門 效果非常非常好 射一下50滴 射速很快 但是你看這個升級timing 馬就才剛蓋好兩個而已 把這個頭堵住喔 算不錯 這邊還在拖一分鐘 那這邊 這個奴兵攻擊 確實有鬧鬥一點東西了 因為只要讓村民收村回去 移動的話 這個騷擾就代表已經完成了半套 那全套的話就是要殺到村民 那沒關係 我比較喜歡半套的 全套比較貴 這個半套比較好一點 經濟又實惠 不用出太多兵 又可以做到事情 對不對 省錢 好 那這個彈道血也補下 那現在有彈道血跟母子還的奴兵 這個殺傷率非常噁心 但是也要打到東西才行 那這邊奴兵也想要嘗試打一個進攻 但是又不太敢深入 因為怕遇到鬼 那這邊決定反投 然後來看一下上面這個位子 這個蠻聰明的 如果他這邊走進去的話 確實打到東西 而且這邊還有這個 箭塔在 現在他這邊往上走的話 這邊挖伐木的村民 全部都要拉走 而且他這邊也確實知道 他安全的木屑只有這幾塊 那如果他要再更安全的話 只能跑這裡挖 哇 這邊有點絕 讓伯伯所有的村民 挖伐木的村民全部繞跑 跑去做別的事情 跑來挖果子 上億人挖果 好 那大大這邊點下拇指環之後 還有錢可以蓋這個 TC 蠻神奇的 因為彈道雪本身就要300木頭 那大雪也要200木 那在這個情況下 已經畫了500木的情況 還可以比 伯伯人 找開TC 蠻神奇的 就可以知道這個伯伯經濟 真的是有被鬧到 好 好 這邊奴兵直接屌射一波 射得非常非常快 今天肉麻的騎士直接送掉 好TC開在前方 金礦直接爽挖 然後這邊墓區 可以爽一下 但這邊蠻尷尬的喔 因為這邊就是上坡 上坡的話就比較難受一點 好看起來兩邊沒有要打的決戰 先快速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這裡看起來兩邊都在拖台起來 欸這邊一隻兩隻三隻 三隻而已嗎 四隻五隻 五 這個射速非常猛阿 這個拇指環 加分彈道雪 這個騎兵就非常猛 好那這邊伯伯是打算出肉嘛 沒有打算要出這個騎兵 黃金量好像也不夠粗的樣子 他這裡有點被 稍微鬧到了 黃金並沒有挖太多 看這邊出肉嘛 有點覺得怪怪的 因為你上城堡十大 不出黃金兵走 對方不是出生鋁大隊的時候 你只出肉嘛 很容易正面打不已 好那這邊生鋁 欸這邊生鋁控告一下 趕快走趕快走 肉麻出來了 哎呀 要無產了嗎 直接跑去堆生鋁 啊真的無產 天 哇這邊馬公也送光 但是裡面有幾隻騎兵在騷擾 所以導致前線的衝後兵沒有控很好 哇 薄薄出來開啟一個強攻模式 生鋁又被再抓掉一隻 這裡的強奴看啊 也要送光了 哇沒想到這幾隻肉嘛 做到事情意外的恐怖啊 裡面騎兵也確實到了幾村 這邊目前村民宿是五兵村對七十一村 打打還是有二十分的一個優勢在了 這邊剛剛弩兵確實也打到一些村民 正面的話用騎士解掉頭子車之後 稍微抵擋一個多多的攻勢 下面的話還有在弱馬在騷擾 馬公的數量越來越多 開始在囤這個弱馬的數量 就是弱馬 馬公的數量 馬公的數量越多起來的話 打打的話會非常猛 現在這裡有免費的拇指環 加上安息人戰術 這邊 雖然還沒有高低達成一個傷害 那這個馬公也是夠用了 而且這個馬公已經點了這個品種 血量就比較多一點 七十滴血 耐用 這邊 這邊在幹嘛 這要射僧侶喔 好 直接反頭 移射 射掉了一隻弱馬 很危險 老頭過來要被砍死了 直接去擠火弱馬 真是沒有辦法 老頭兩個直接硬生倒地 這個弱馬砍了兩刀 輕輕鬆脫剪掉 等輕騎兵升級之後 打這個生乳又有在額外加成 比刺頭再多一點傷害 好 那這邊騎士開始在爆了 爆一些騎士出來 肉馬沒有再繼續爆了 果然也是要打黃金兵手 不打黃金兵手就是會弱一點 那這邊看起來 波波的攻勢相當猛烈 昏迷術雖然有點落後 但稍微落後沒有問題 但這邊有燒拉到東西就是賺 這邊騎兵 很硬要 但是我覺得硬要的合理 這個確實要硬要一下 因為這個TC只能裝20村啊 這些聰明來不及跑的話 就只能被砍 然後這邊馬弓還不回救 在幹嘛 我看了我有點傻眼喔 反正他一直在打正面 沒有辦法 有點被戲弄到的感覺 好 這邊直接用馬跟強來強收 大賽斯這邊騎兵數量 可以再收掉一隻馬弓 沒問題 OK 好第一波攻勢 稍微勉強解掉了 真的蠻勉強的 看起來有點受重傷了 這個打打 那這邊經濟受挫的關係 村民數有點稍微被追上了 大概落後8村而已 這個波波的村 村民數量也慢慢多了起來 那這邊看誰先點下手推車之後 這個經濟差距就會拉得越來越大了 但看兩邊好像都沒有打一個經濟差 可是都在打強軍事喔 這裡連跑速都要補下了 馬弓的跑速補下之後 風箏騎士就會變得更簡單一點 也不太會一直被騎士貼著打 那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攻兵護甲一點下之後 對這個攻兵喔 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對戰馬的話 可能這個防禦有點跟沒點一樣 遠一樣快點碰 好 那來看一下正面進攻 兩台衝撤兩台奴炮 要來硬上了嗎 這邊出了一些駱駝想來支持打正面的一個壓力 那這邊打仔也出了一些駱駝 但是駱駝只有兩隻 數量並不大 而且這邊有兩台奴炮 這個駱駝是要去打齊命打奴炮呢 目標點不太明確 我覺得應該是單純只是要來抵擋對方的正面了 那這邊有兩台奴炮在的話 就要很小心喔 這個陣型不能全部記在一起 那就很危險 哇這個馬功一直從這邊出來 一直從這邊 小小的尷尬 看再不要圍死喔 對啊這裡圍死比較好 圍死的話 這個馬功可能可以出去做點事情 沒圍死的話 你一定要把這個馬功放在家裡 就很虧喔 就有點 被拖到經濟的 欸這邊要出來蓋城堡被抓爆的意思嗎 好這邊馬功無情開射 哇瞬間倒了五村 拇指環的馬功就是特別強 欸這邊村民過來蓋城堡看到了 馬功過來直接一個射 射了一發 兩發 一發一隻駱駝很強 但是駱駝坦這個馬功傷害也是很高 好現在開始有一些馬功開始倒地了 哇現在被貼的上來有點麻煩 但是這個城堡很有可能會被蓋起來 因為是前面還有衝車 所以只要一蓋起來之後 這個礦區跟TC就一定要掉啦 好這邊有生女來騷擾 生女 稍想一下但是直接拉走 欸還繞了幾隻漏頭 黑頭來砍生女 我的天 好啦這兩隻生女應該是先敗 好那終究還是可以叨叨一隻的 叨叨一隻 一隻 駱駝還不錯 但是駱駝其實蠻害怕馬功的 欸不是要害怕馬功阿 其實害怕弓箭這件事 駱駝本身最弓箭的也很強力 好那這邊直接打爆射一波 居然能手下 哇賽這個就是打打的母子環 免費母子環的威力嗎 非常非常猛 好那這邊馬功有二防 所以稍微抵抗一下這個傷害 但也不是個重點 重點是這個馬功的威力就是很強 雖然還沒有高打地 等下打打有高打地威力會更猛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金礦掉了之後 要怎麼打呢 你這裡沒有城堡可以幹 十塊不夠 所以這邊要壓個正面的話有點困難 正面要用馬功來走的話 就有點被對方牽著鼻子走 看一下這個馬功要不要找個機會 出去騷擾一下 但不去騷擾的話 好像也沒機會 守在家裡好像也走太住 因為馬功本身就不是一個 適合在家裡的單位 總是要出去的 好那這邊 二級農田點下 二級採經點下 一級採屍點下 開始再慢慢注重經濟方面了 好那由於 勃勃這邊出衝 車又蓋城堡 所以其實蠻傷經濟 所以導致他這邊 完全不太可能 點下這個帝王時代 反正是打打這邊 省了蠻多的一些軍事 很有可能他會先上帝王時代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這裡只要把大量的木頭賣掉 轉換黃金 就可以點這個帝王時代 應該是不是太大問題 好那確實這邊賣了一點木頭 換一千黃金 所以高手們都會用這個市場 來調整一下自己的經濟 只要你會用這個市場調整經濟 你就算是半個高手 馬上賣掉這個木頭 點上帝王時代 但是勃勃剛剛前面有講到 這個衝車跟弩炮出太多的關係 所以這邊沒辦法點下這個帝王時代 那也不是因為這兩個關係 主要是落魄還是出太多 那那個落魄還是得出啊 不然這個正面很容易打不贏 那這一波進攻 殺傷人就沒那麼強 好那這邊看一下 抓到村民 但是後面很多落魄在追 而且這邊進入城堡射城 這裡還有生女 要不要先射掉 哎唷 所以這邊收掉 但是這邊吃了很多箭矢的傷害 後面落魄就在追 但是這邊衝車過來有點在送 現在前面有駱駝在打 但是有這個奴炮 有奴炮在前面的話 可能要趕快去把它收掉 但是有城堡在後面 所以這個駱駝不能輕易往前去打這個奴炮 哇這個馬弓被捕了幾發 奴炮傷害有點高 正面大量駱駝直接咽了過來 死了非常多的馬弓 哇直接回頭啊 結果這一波馬弓送到只剩下六隻了 很慘 哇這個打打看起來要量掉啦 第二座城堡插下了 家裡第一座城堡 蓋在上面的位置 我覺得下面還要再移座比較好 雖然上面的話 確實可以稍微守住對方的攻勢 但是這個位置並不算太優 下面最後還是要再補一個 這個還是挖死的橘 哇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被駱駝搜掉 村民樹目前差距111吋 打仗95吋 哇村民樹差距拉薩20吋 正面的話大量駱駝跟馬弓 直接抵抗對手的騎士加駱駝的攻勢 我還沒防住了 但是對方還不知道 打打已經點下帝王子彈 而且已經快完成了 這個完成之後 可能戰況又會改變了 因為這個伯伯 除了太多的弱馬跟騎士 帝王子彈還有跟距離 那這邊就可以使用上帝王的時間差 打出帝王時代的優勢 然後點下化學跟守衛星三級色 然後再按下這個巨型投石機 欸 這邊馬上就補下一個城堡 那就安全了 那確實下面也要補一個城堡比較好 雙堡 直接除巨頭也算是一個好事 比較好出一點 好馬弓過來防守一下燒了 好那這邊完全守住了 但還有一些駱駝 還在後面 普世丹丹的 然後再繼續抓一些 烙丹的村民 但沒有抓到這一區 這一區蠻香的 雖然下面就有軍隊了 好那伯伯 欸 打打這邊又開了一個黃金區喔 哇這邊黃金越開越多 好那伯伯的話 TC數也是開的蠻多的 看起來是5TC 對5TC直接開農 正面的話直接城堡 好開督 好但是巨頭已經出來了 這時候伯伯才剛點一下帝王子彈 然後這邊巨頭子弟出了第二台 怎麼再繼續出呢 欸沒有 點一下這個真金金束 一台城堡一台巨頭 一台城堡 好移動城堡一台巨頭 好這樣等排隊 好駱駝直接走進來 會直接跟馬功面對面 但是這個馬功威力很強 直接射死了一隻駱駝 駱駝 駱駝急火 想要直接把這個 巨頭給收掉嗎 但是有點慘 這個抵抗箭矢的效果太差 駱駝的防御真的太低 哇沒有關注 可惜喔 這邊一個細節操作 來不及完成 好這邊大量的村民 還沒有收穿 這一駱駝就在肆虐了 怎麼辦呢 巨型投石機 上面這一棟倒了 好那這邊 佛佛 點出了這個標槍起兵 然後點一下銀罐 這個佛佛點銀罐 還蠻會想法的 這個時候點銀罐 點一下這個城堡的工作速度 好吧應該算該點了 他城堡要掉光了 然後點銀罐 好可以 最後的銀罐 很接受 好直接掉了之後 張開巨型投石機 繼續再拆建築物 下面大量的標槍起兵 直接打賽伯伯的把弓臉上 很痛 好這邊重裝還沒有好 先不要送一波 好那這邊三級弓兵的練甲 點一下 那防禦會再好一點 0加6 防禦非常非常的高 好點一下銀罐 這個絲護甲 絲護甲之後 防禦會再加1 其實0加7 遠防7 還蠻高的 好重裝也好了 重裝好之後 攻擊就變7加4 然後射程還有7 他們這個火力就會非常非常猛了 好二級馬開眼下之後 達達要不要出點雀宣呢 還是要出點駱駝 還騎士呢 來一個支撐喔 因為打單挑 不可能只出單一兵種 這個馬弓一直出的話 可能會出4的 因為對方只要出標 騎兵就可以搞定你了 所以應該還要轉一些兵種出來打 目前看起來沒有升重裝的話 這個時間會打雀宣也比較合適一點 真的出雀宣了 雀宣三防還在等 當然現在防禦已經有4了 這個標槍喔 這個標槍是精銳的 有4口8弓喔 哇這個傷害非常高 就算打這個雀宣傷害是蠻猛的 雀宣三防還沒有好 這個就是標槍騎兵厲害之處喔 攻擊力有8 好缺缺全部都被收掉之後 要不要等一下三防啊 不然這邊再送有點尷尬 好那這邊三防好了之後 可能就可以稍微抵抗這個標槍騎兵的傷害了 雖然打一下還是有2P喔 哇這個正面很難打 哇這個衝車一直蟲一直爽 好這邊遺跡噴出來 大量馬弓在後面 有一些標槍騎兵會來防守 這裡有箭塔 但是這邊大量的村民在這裡 而且這裡是高地 高打低 來看一下 打打的高打低的威力到底有多猛 左邊先殺了幾隻村民之後 跟對方標槍騎兵直接正面開戰 哇傷害很高 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哇這就是高打低的威力嗎 兩部城能打贏 標槍騎兵 很極限很極限 兩邊打得非常極限 哇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直接收光了對手的標槍騎兵 正面的話大量的雀雀直接打過來 把這個標槍騎兵往後遺退了 但是後面有大量駱駝 駱駝還沒生好重裝 但是這邊巨型投石機還在往前很危險 這個沒空好要送光啦 這裡有800斤的巨型投石機 你不要送啦 雖然你的雀雀可以搶錢 但你也不能這樣送錢給對方啦 把他搶來的又撲回去啦 哎呀我的天 都忘了沒了 冰都涼了 結果伯伯這一波有點被鬧到有點 是用火無法治癒的感覺 這一波明明 已經預測到對手的馬弓過來了 但是卻還是被弄到了蠻大的傷害 這個標槍騎兵效果還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馬弓省錢又好用 但我不確定這邊出重裝駱駝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不出駱駝的話打缺血不太好打 伯伯出駱駝的話會不會更好一點呢 標槍配駱駝你們覺得如何 是不是有料 然後再出一些肉馬 就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金瑞駝駝直接到了伯伯的農田裡 四處殺野 好那這邊駝駝每攻擊一下就會賺一點黃金 他這黃金就會一直跳一直跳 這就是發戰爭彩 以戰養戰 好這邊再繼續戳 挖黃金一直在跳 雖然這個黃金跳的並不是一個主要算黃金的方法 但是這個確實需要整身的體質還算不錯 遠方還有7 那雖然血量沒有那麼的優 像有起來180滴 但160也是夠用 好那這邊村民直接被塗光之後 伯伯沒有發現上面打了一個多線 他以為只有上面有 結果數字下面也有 哇這個TC可能被戳掉了都不可能 好這邊大量駱駝過來 就是馬弓 數量不夠多 但是這裡有神寶 兩個神寶都蓋在這個高地 還算不錯 火力交叉之後 打倒了非常多的駱駝 但是駱駝數量依舊蠻多的 但是駱駝還是很怕箭矢打 哇你們看這個駱駝的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瞬間這些駱駝就要送光了 好後面繞了幾隻大落馬 殺了非常非常多的村民 左邊這邊還蓋了一個城堡 後來想來搶金礦 哇這邊金礦已經投到這裡來了 上方也有 好那大量的駱駝 直接在家裡深處去追這個肉 那家裡有城堡 雙城堡支持的關係 所以這邊農地沒有被干擾到 現在中間有三堡連夾擊 所以現在地圖打打控制的算不錯 伯伯的話現在相當劣勢 去騷擾的騎兵大部分都被解掉了 那家裡的話 BBQ的問題還沒有解完 而且外面的野機沒有開始挖 還不知道 達達其實已經挖到外面去了 那這邊達達經濟非常非常的好 那村民宿的話是108村 對著是9村 伯伯這邊村民宿 有點慘 有點慘 為什麼這麼慘 102村 然後沒什麼單位 真的很糗 那村民可能剛剛被塗了一大堆的關係 那村民的數量還是要去補上比較 好那確實繼續在騷擾 但是下面沒有注意到 這個村民依舊在送 好那這邊兩邊有稍微暫停一下 那成員遊戲局開始 好那現在城堡那麼多的情況下 出確實是相當容易的 好那達達這邊點下重裝 重型衝撤的升級 大重衝來直接衝撞的話 正面很難守住喔 還出了幾隻長長兵 這麼狠 好那雀雀的話打駱駝 打那個肉馬好像也算不錯了 雖然這個駱駝打這個雀雀還是比較優一點 但確實還能搶門進的情況下 喔這邊繞了幾隻肉馬 然後這邊要來 蓋城堡嗎 挖石頭蓋城堡很像 好看一下正面 正面巨頭開刁 高地打滴滴 來看他這傷害有多少 哇靠 六百多滴傷害 六三六滴血 一顆就打六百多滴血量 看這個高打滴 達達的特殊傷害 哇很狂啊 鬼天滅地的傷害 難怪達達可以在高分段的單挑裡面 下一些不錯的成績 在比賽中也常常出現 但在比較低分段的打滴 勝率就沒這麼高了 算是蠻進階的這個問題 並不是相應單的問題這麼好玩 他的要注意的點太多了 好那這邊一個高打滴 把駱駝直接瞬間收掉 哇這個傷害非常猛 額外傷害的高打滴 就是比較OP一點 好那這邊不過說不得了 說我們打錯的局局 因為這邊城堡也蓋了起來 鎖住了伯伯的最後一塊金礦 所以地部隊只能打錯了GG 伯伯經濟真的太慘了 好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經濟的話應該是打打這邊全勝 沒意外的話 好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欸對 食物的話伯伯稍微贏一點 但是這個 手推車 伯伯好像沒有點到手推車耶 所以他這邊經濟那麼長 好像行就可以了 看起來 對他真的沒點下 哎呀 沒有手推車 導致了這場經濟喔 一直騎不來 反而去點了這個二級農田跟這個公 這個公會不是他點的 二級農田到地龍時代四四分才點 以一個起賓果來說 你這個二級田到這裡才點 真的是沒有想用你的意思耶 好 好那我們這場就不多講了 那打打確實也是打得不錯喔 這邊馬功喔 加上這個雀學的一個戰術 以戰養戰還不錯 那確實喔 外面的地圖空置也是做得很好 外面的野進也是先挖起來 這也是相當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